小時候我給我爸打電話 我說爸我好累啊 今天把腿又練傷了 怎麼怎麼樣 然後我爸說 那你自己要注意一點點 先會去安慰我 然後會說 不好的消息就不要跟家人說了 報喜不報憂 然後我就很傷心 我說不說了 因為我也是個那種絕脾氣 你知道嗎 我很僵的 我是豆豆的爸爸 我叫張海剛 簡捷物資三 我女兒豆豆吧 是個連體人的 豆豆吧就是我的驕傲 也是我們家的驕傲 也是我們情緒學生的驕傲 沒有一個孩子說是在國家隊 待過四年 他能自己解釋下來 他已經了不起 他已經是我們情緒學的畢業了 這就是我們情緒學生的驕傲 是我們身在家的驕傲 您出口嗎 他說是 他才上學的時候 他去了國家隊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了 我們基礎兄弟 每天在100米的區 泡100區 他說爸爸我列不下去了 我想发起了 我说是你只要学在这条路 你都必须得走下去 我们也跟你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说是你以后打电话 不要太让妈妈带下 你不心疼吗 我这点不想他 我真的不想他 是吧 可是说是啥呢 就是说是这个平台 从上队到在国家队 这个平台 这个埋 这个埋子都不容易 你说是没啥去了 你再发起 你不是可以下来 对吧 其实我是真的在意 但是我能听到爸爸说这些 我也理解爸爸 兜兜 自从你历了艺术体操 我对你的关心也都不兜 我希望你做一个比不把刚好的 来密不不把短的关心也都不得 不把爱你 真的爱你 哎呀 如果我爸说出来太不容易了 你答应了 我说我 对你 我觉得 你有什么 我管不可以 你 我 他们 感谢观看